Layu聊世纪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再来看土耳其人对上伯根地人 这场比赛是 军阀三的竞技场地图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大约8点钟出生点位 蓝色的土耳其人是道特 那道特选择土耳其人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因为竞技场来说 阵地战往往会有优势 而且土耳其人 也有这个树地插宝火枪的一个打法 那整体来说呢 土耳其人是一个挖进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火器呢 城堡时代就可以用 跟波西米亚一样 但是他只需要城堡 就可以研发这个 就可以制造土耳其火箱冰 到底是哪个快研发好火箱 其实一直有个争论 因为研发化学需要时间 但是城堡这东西只要盖好 就火箱冰 那我个人是觉得 火箱冰这东西 以单纯来讲的话 以盖城堡的速度 是唾弃的 应该是会比较快一点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伯根帝人 那Viper选择了伯根帝人 伯根帝人的话 他可以在黑暗时代 就可以研发一级农一级木 所以Viper这边走的路线 是有100肉 就点下一级伐木 那一级农呢 是等到要开始种田才会 结果这边是先点下一级农 那他这边点监技科技都有折扣 所以可以更快点下 那伯根帝人呢 后期有这个火枪火炮的增伤效果之外 马就有这个速成游侠 虽然游侠没有品种的关系 显然会稍微差了一点点 那160的游侠还是相当给力哦 而且还是半价的 这个游侠的研发科技哦 那后期的伯根帝人 也可以配枪兵火枪火炮 还有这个游侠作为主力哦 那战毛病的部分 没有三级弓兵铠甲 所以算是还行 有点堪用 但是还是可以用的状况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两边会怎么打 那现在的伯根帝人呢 经济离场打法 都是打一个落马 抢生物的方法 而且使用的出场次数 还蛮高的 就是不会说 完全没有人用伯根帝打积极场 毕竟扣旗哦 有这个伯根帝葡萄园 就算黄金挖完了 还可以慢慢产生黄金 还算是一个能打过旗的文明 就跟越南一样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道塔这边是选择了22匹 点封建时代 那现在伯根帝人 跟土耳其人 两个的文明打法 是完全不同的 土耳其人这个打法 通常是要打 插宝策略 没意外的话 赶快直层上去 或是盖TC 3TC开农 都是土耳其人 会遇到的一个战术 那道塔这边是两人挖进哦 应该是要稍微买卖一下 然后待会卖石头上层 但好像也不用卖哦 他资源好像够 因为如果土耳其人要打 插宝流的话 这里卖石头会很亏哦 他经济应该是可以上了 补了一个码就 跟市集 这里果子差一点 对不用卖石头 那如果他这边再更少上批数 可能20批的话 就要卖石头 但是以土耳其人这个文明 如果还要去卖石头 再盖宝的话 那这个时间会慢很多 好 道塔这边是拉了弱马回来 呃 Viper这边就可以赶快按弱马 那这边按弱马的话 二农二木会有点难点 所以这边可能会先投资个二级伐木 一级挖金再稍微投资一下 可能就差不多 那这个时间点 投资一级挖金 也不是非常好的选项 最近投资挖金技术的话 就意味着自己的 弱 弱马会再更少一点点 甚至轻奇兵会有点难点 那土耳其人呢 虽然这里并没有办法升级垃圾兵 但是他弱马是免费升级的 甚至大弱马都有 而且还可以天生自带一点远房 这边就可以看到 轻奇兵是2加1的远房 但是在以争夺生物来说 这个加1的效果 并不是那么的有用 好那道特果然是按了一些弱马 然后按了一些村民 偶食之村民来盖吧 那这边盖保的话 最好是盖在这个有矿点的位置 像石头啊黄金都可以 好直接贴墙盖 好这边贴墙盖 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 Fireper这边生成毛丝带 点下了轻奇兵 好但这边还是点下了二级伐木 轻奇兵 那刚刚有说到嘛 二级伐木没有点的话 如果点下去就会很容易卡到轻奇兵的升级 好这边补了双TC 并没有直接下3TC 算是相当给道特一点尊重 人家打一个强攻 自己TTC还开3TC的话 就真的是有点天不怕 地不怕的感觉 那土耳其人在打火箱病的时候 也可以搭配森旅 去转这个救赎思想 防守对方的这个投石车 进行火枪的反制 那晚点呢 也可以点下这个赎罪思想 如果不跟地人 Viper也转出森旅的话 也可以反制对方的森旅回去 所以土耳其人为什么打城堡时代 打这个城堡压制树地打法 是很强大的打法 就是这个原因的 好这边城堡盖完之后原地折返 让聪明树尽肯地活下来 这样经济就不会差 才不会让对方有抓到机会聪明的时候 好这边森旅先按了一只 应该是要先来减生物 生物的话暂时是能减的 但是越远地方就越难减了 好那道特是补了一个修造院 然后开始挖金矿 那这边挖金矿的话 要考虑的事情是要不要去投资一下挖金技术 虽然天生挖金速度就快了 但如果这边可以投资一些挖金技术的话 挖金效率更好 待会买卖的时候会更有这个速度优势战 但是道特这边已经按了这么多的肉码 好三只肉码 所以至少花了200 200多的资源 240 240的肉 所以要上树地的话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这边火箱稍微反击 肉码第一时间往后进攻 可能会被招枪掉一只青奇兵吗 没有 刚才卡回时间卡的不够久 两只胜率打掉 viper这里有点小小受伤了 好这里用火箱加上肉码 把viper给逼退 那现在升级时间都是非常早 刚才是打一个22加2 升级土耳其人的方法 挖完黄金 待会可以考虑要不要升树地 升树地的话 土耳其人更有优势 因为他有免费的化学关系 升到地龙时代 早点升上去 火炮马上就出来了 火炮一出来就可以各种开拆了 但伯恩帝人反制火炮的话 优势也很大 因为他有这个救赎思想的关系 所以火炮的部分还是稍微能反制 不然城堡时代的话可能会有点吃力 那土耳其人的话 他如果不惨火炮的话 也有救星超西 所以不管怎么说 土耳其人的树地打法 这都是有点难挡的 好viper这边是投资了一个 一级挖金跟轮轴 经济科技还是先行补下 双TC还是继续農 并没有补下第三个城镇中心 后面是直接补了两个马厩 大会是想要爆马吗 好现在火箱一直想要给压力 道德这边农田补到了十一片田 先稳住了肉量 而且这边停火枪咯 这边停火枪的话 通常就是要转个 渡身帝王的打法 所以前面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多打斗 都是小打小闹 好viper这边还直接转出了重装骑士 稳住了 赤马厩 当然道德这边是没有打算要 打快攻 所以这个兵力算是还能接受的状况 好viper这边在补马厩科技 好这个 第几马凯 然后转出了重装骑士 道德这边则是转出帝王时代 这里开始买卖一波咯 买了非常多的食物 还卖掉木头 肉还差一些些 稍微再收一下 好 这只已经在停寸了 要收肉吗 稍微再买一下 再卖个200木头 这时候viper就可以观察市场价格 只要市场的肉跟木头 有这个变化的话 就会观察到 对方其实点帝王时代了 而且点帝王时代 分数会下降很多 所以viper应该就会发现 哎呦 道德应该是打一个速地 38分 不38村 直接点帝王 这个时间也是相当快的了 好这个火箱直接射掉 viper这边是点下了全程科技 双TC弄 并没有想要走一个速地插宝 防守的流 好 在这边石头没什么能再挖 这就有点危险了 因为viper后面就没有石头了 这是他最后的石头 可以挖宝的机会 好不然就是要到外面去挖石头了 这就是经济场比较难打的地方 好现在viper家里主金被控 这块附近是他唯一的救赎王 好 道德这边再补一些 经济科技 技能 以及伐木要点吗 火箱走进来 先击杀掉了一只村民 重装骑士这边想要做一个包抄 看是有机会 后面的四只重装骑士抓掉了 两只火枪应该是没问题 第三只有机会吗 有 第三第四 拿下第五 哇 全吃 再一刀 六只火箱一次拿下 但是这边火箱兵又出来 一次开枪 但是这里重装骑士的坦度实在是非常足够 直接坦住的火枪伤害 后面青旗兵一直想要抓僧侣 但是僧侣一直不出来 其实这时候才按了一只 好火箱兵带出来 一直放出去 再放出来 继续火枪开射 好放出来再射一下 放出来再射一下 让viper的重装骑士省伤也是满庞大的 重装骑士有机会 果然遭想到了 好现在火枪还在秀 还一直搜 再放出来 搜再放出来 这里重装骑士可能会收光 好viper这边没有对王世代的关系 现在道特来到了Dino世代 所以火箱兵现在量产一些 第一时间并没有巨型投射 但是 道特家里反而有了危险 虽然viper是城堡世代打帝王 但是现在有足够的兵量优势 火箱兵虽然可以过来救 但是回来过来救的话也有可能被包抄 而且这辆海冲车 或者带回进去的话又可以开始守司城镇中心 这个打法最害怕速递 最害怕落马进来烧了 或是骑士出来烧了 火箱兵虽然可以回救 但是也会让viper有足够时间 进行回弄 或是防守反击都不是有太大的问题 道特这边的接续攻势 就会被打乱 这个节奏就不是很好 好 当然这两只生侣过来有机会招想到 好 青旗兵 这里又抓了几只村民 现在38村打70村 道特的村民处非常落后 青旗兵的部分要找个机会回头抓 抓这两只招想的生侣 这里有机会了吗 这只火箱兵一直在后方 好火箱的时间先解掉这一台奴炮 青旗兵想要过去抓 但是直接撞在火箱兵的脸上 好 插一刀很可惜没有拿下 viper的肉马一日全部送光 两只骑士 三只骑士在左边射射发抖 最后是把剩下的充射给解掉了 但是viper的家里也是遵 遵 遵 获得了非常多的回弄时间 所以并没有到经济非常差 反正是40吋打气4吋 道特的呈现要赶快补巨型投射机 给viper更大的压力才行 好但有巨型投射机的话 也需要有火箱兵再加防守 所以道特的家里防守再做得更好一点 长个投射车啊 或者是再上第二层思想 应该就可以把家里好好守住了 好现在火箱兵在家里 也不敢出门吗 这个重装骑士 三只只剩下一只 但是还是又抓到了几只村民 效果依然还是不错的 好想要去抓生驴 应该是抓不到 再要被招响掉了 后方的重装骑士来到了十几只的数量 viper和努力的想要扩张自己的农田数量 静静慢慢好转 也甚至开始挖了石头 待会再跟城堡到底要 盖在哪里 我是觉得可以盖在后方的位置 但你约盖前方 约让对方巨型投射机 处于安全的位置 可以直接开拆 如果你是防守方 你就要花非常多的石头去修理 但如果你约盖里面 就算敌方巨型投射机 想要拆的话 至少他的巨型投射机 会变得非常前面 自己的重装骑士 就有机会去拆掉巨型投射机 但是可以把对方的火箱给引出来 所以这边大家会盖保 要盖前面的话 应该是不太可能 要盖也是盖后方了 好 有没有一种可能 城堡直接盖在对方脸上呢 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那如果盖在对方脸上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盖在家里一样的概念 可以引对方的火箱跟巨型投射机 在一个处于危险的位置 好 但是现在有这块附近 现在不关地人暂时不太缺金 出了黄金树少 好 果然城堡是盖在了道德架的门口 但是这边四只生驴一直想要着想 应该是能着想到 但是如果生驴跑掉的话 后方的重装骑士就有点危险 所以这边宁愿被遭村民 也不要被遭重装骑士了 好火箱已经开始入侵 第1个城东西拆掉之后 暂时家里面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这里收村 好结果现在道德家里有点麻烦了 冲车又来 好重装骑士稍微给点压力 把这些骑士给逼退走 造成想法相当简单 用生驴挡重装骑士 但是人家有点虔诚 如果骑士挡不住的话 就要小心啰 好火箱来到了21只 好再一发 巨型偷骑士应该 还没有办法拿下 好但左边的重东西 是又抓到了村民 道德的村民越来越少 只有46村 打92 这边的 骑士兵开始给压力 哇这边有14只啊 好从车开始顶城镇中心 Type这边继续城堡打帝王 但道德这边巨型偷骑士没有架起来 好这里利用遭响道德 重装骑士去骚到道德家里 道德家里现在TC全部被拆光 只剩下移动在外面 单TC开拢 好但这边骑士直接手撕城镇中心 道德家里毫无防备之力 村民处开始直屑崩落 好 哇白牌这边抓了非常多村民 从三级村只掉到只上22村 太惨烈了 但道德这里也不太敢掉人心心 还是回头先拆到这个城堡先 但这波溜进来知道道德的经济是有跟没有一样 好道德的村民处只剩下11村了 但是两台最近投11 还在给MIPER更大的压力 但是现在虽然家里中间是没有城镇中心的 但是道德还是想用一些骑士去反击 想要能多打点村民 也MIPER的几率就越高一点 好军星球C 动于把城堡拆到一半的城堡血量左右 好后方的重动骑士进去烧了一波 但是被MIPER家里的重动骑士给拦截到了 现在WIPER在家里 已经让道德的村民所剩无几只剩五村 梦回黑暗时代啊 好拆掉了 这根城堡 好像数量有点多 而四只 道德有可能用这些军事做逆转吗 好现在家里一片荒芜 好 村民想要手吃生驴 等着被火箱给圈退 道德跟VIPER的村民处 差距来到了20倍的村民啊 20倍 OK 这边还有一个手撕城镇中心 道德应该没呼吸了吧 这就是高耸的 特别会防智隆 开大招 给你打套路的打法 所以现在学套路到底有没有用 我讲实在的 现在新手们 你不要说你是2000分的话 或2200 我觉得打2000分以下的人 用套路还是绰绰有余 所以说套路能不能用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遇到VIPER啊 这种顶尖的职业选手 好多多少少 胜率还是不错的 好VIPER用最后重装骑士 直接做个包夹 尝试 这波包夹打得非常漂亮 两台军女头11 顺利拿下 剩下火箱兵 也剩下不多 也剩下14只而已 好但后续有更多重装骑士 想要过来做个包抄 道德的火箱 只剩下13只 在一拖火箱拿下之后 道德就要打出了GG 我们恭喜VIPER 拿下比赛的胜利 OK 这场比赛道德是 直接被反杀回去了 虽然这个套路 打新手 或是打一些低分段的天梯 依旧是有用了 但是对我这些职业选手来说 反制方法实在是太简单了 双TC稍微升上去 反正我有速成用小 城堡时代还有重装骑士 外面再开个TC 再拖农一下 这边直接挖个宝 过来一个开城墙 开始直接打你的城镇中心 你只要一赶出来 火箱兵出来 我就用骑士包夹你 火箱兵的话 没有城堡的掩护 是很容易被包抄而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是VIPER 引了整整 快要一倍的资源量了 非常的凶狠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包抄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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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